台中市北區公園路 日前有民眾募集一輛滿載瓦斯桶的貨車 疑似沒有綑綁好 滿載的瓦斯桶就掉落路面 現場還散發了濃濃瓦斯味 警方開罰駕駛最重一萬八千元的罰環 消防局也要針對業者進行機查 路邊竄起濃濃白煙 還有刺鼻的瓦斯味 駕駛趕緊下來查看 原來是車上滿載的瓦斯坪掉下來了 掉落的瓦斯鋼瓶還在漏氣 民眾嚇得不敢靠近 消防隊貨爆後也趕到了現場警戒 事情發生在十五號上午十點 一名陽性駕駛開著滿載瓦斯桶的貨車 行進台中市北區公園路時 疑似沒有綁好 造成車上的瓦斯鋼瓶掉落 路面 經檢視十回之瓦斯桶外觀 桶生已明顯有掉落清雜痕跡 就是這個老闆跟主管不在啊 這個事情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是員工而已 當時瓦斯業者不用回應 而其他業者則表示 在運的過程中除了要捆綁 固定瓦斯坪 避免搖晃 過完的時候也要放慢速度 避免重心偏移 警消解釋瓦斯桶的外觀 桶生明顯有掉落的痕跡 將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開罰駕駛人三千到一萬八千元的罰還 而消防局也將針對業者稽查 來確認是否符合消防法規 記得您健身 台中報導